五姑娘皱了皱眉 淡淡地说着 现在你叫我五姐也就叫了 当我进了大哥府之后 你可一定要记着换称呼啊 毕竟是有主仆之分 虽然我也不想与姐妹闹生分 但是皇家的规矩就是如此 想来小七你也是能理解的吧 当然小七明白的 兰静还是一脸平静的笑容 你们说什么呢 正在这时 马尔汉和太太回来了 没什么 兰静对他们笑笑说 只是小七在恭喜五姐呢 老慧 马尔汉看向了五姑娘 现在这个样子应该如你的意了 只是皇家的人并不是那么好做的 尤其你的身份还只是一个格格 就到这儿 马尔汉隐隐地叹了一口气 庄儿看向了高氏说 你是兰慧的额娘 要好声地教教她 是 高氏对马尔汉行了一礼说 老爷 兰慧能有这些造化 也是咱们府里的喜事 太太对马尔汉笑笑说 虽然离他过府还有些日子 但是有些事也该早做准备 例如他要带什么人过去 带什么东西过去之类的 正好现在高氏和兰慧都在 咱们就都好生地商议一番吧 别的也就罢了 五姑娘抢过话来 只是王嬷嬷我是坚决不带的 那是当然 太太对她笑着说 王嬷嬷只是你的教养嬷嬷 你现在选秀也有了结果 自然也不用麻烦她了 跟着你去大哥府里的 当然是你自己的奶嬷嬷 哼 五姑娘冷哼了一声 太太也不用这么着急 把话说出来 我并没有要抢小气的嬷嬷的意思 我可是要去服侍皇子 哪里能带一个 对我有外心的奴才呢 老汇 马尔汉的脸发沉了 你现在还没有过大哥府呢 就开始对你的嫡母摆威风 接下来你是不是就要教训我了 阿玛 五姑娘虽然没有敢拿出训斥的口吻 但是对马尔汉说话的时候 还是摆起了范儿来 我只不过是说了实话 哪里就值得您动气了 难不成以我现在的身份 在这个府里还是连话也不能说吗 不过您是我的阿玛 您发了话我自然要给面子 正好我也要回屋去整理一下 带去大哥府里的东西 这就告辞了 五姑娘说完了告退的话 对马尔汉行了一礼 却将一旁的太太视作无误 只是刚走出一步又停了下来 转过头来看着太太淡淡地说着 对了太太 您是我的嫡母 我的嫁妆自然也是要由您来准备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但觉得还是提醒您一下为好 这嫁妆的好与坏 不只是代表我的脸面 更是代表着阿玛的脸面 还有咱们府里的脸面 蓝慧放心吧 太太并不动气 反而是微微的一笑 你和蓝叔的嫁妆 你阿玛和我早就准备好了 只可惜你虽然是进了大哥府里 但是身份上终究 所以有些东西现在不能用 只能撤出来了 不过我刚才也想过 正想着要跟你阿玛商量看看 是不是都换成金银给你背上 虽然你在皇子府也会有奋力 但是多些钱傍身 总是没有坏处的 既然是阿玛给我准备的 太太就把他们留着吧 五姑娘自然听出了太太的言下之意 眼睛眯了眯湿后笑了起来 满脸自信的说 那将来未见得 我没有用到他们的那一天呀 蓝慧 马尔汉又低声的喝着 你混说什么 我又怎么了 五姑娘不服气的看着马尔汉 为什么不管我说什么 你都听着不顺耳 难道你的眼里就只能看到小七吗 我现在马上就要进皇子的府里了 我为你为这个府争得的体面 可要比小七多得多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 难道敌女和庶女之分 在你的心里就那么重吗 可是要真的论起来 小七也不是太太生的 她的生母不过就是一个姑娘 比我还不如呢 你住嘴 马尔汉气得脸色铁青 你倒是真的教训起我来了 我对小七好 并不是她是我的敌女 而是因为她是个懂事的好女儿 可你呢 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以为我希望 你给我争这个体面吗 老爷 您消消气 太太赶紧出言 打断了马尔汉 又很是无奈的对五姑娘说着 兰汉 她是你的阿玛 说你也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能这么跟她说话呢 哼 为我好 我怎么没有听出来 人家的阿玛都希望自己的女儿 能够成气一吼 偏我想生气 还要遭到斥责 兰汉 太太喝了五姑娘一声 摇了摇头 又看了看一旁的高士 冷冷地说 到时 兰汉可能不知道 但你却应该很清楚老爷 刚才为什么要喝足她 我们给兰汉和兰叔准备的嫁妆 你也是看过的 那都是按照正气准备的 现在兰汉虽然得了体面 但有些颜色和手势 却是用不上的 可刚才她说什么 她说将来有可能会用着 你认为她这个话说得很妥当吗 这话如果要是传出去 我们府里会不会受到连累且不说 只说兰汉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你不会想不到吧 老爷贺阻兰汉 本是为了他好 而你这个做额娘的呢 却只是在一旁看着 看着兰汉误会老爷 看着兰汉指责老爷吗 弄才错了 高士连忙的跪道 奴才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 额娘你起来 五姑娘伸手去拽高士 你有什么错 真要是说有错的 也是先前准备嫁妆的人错了 这个样子的准备法 是认为我肯定没有机会进入皇家 还是说在诅咒我呢 够了 马尔汉又喝了一声 随后叹了口气 沉重的说着 我本来以为你是真的改过了 没想到你却变本加厉 连别人的好意 你也能歪曲到这种地步 说到这儿 马尔汉停顿了一下 又看向了高士 目光冷立 欲气凝重 高士 这就是你 对我的保证 老爷 这样的结果 不好吗 高士虽然被五姑娘拽着 但是却并没有起身 跪在那里 挨挽地 看着马尔汉 还是说 您真的 不愿让兰汉有出息 得体面吗 你真的以为 这样就是有出息 得体面了 马尔汉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算了算了 我也懒得说了 你带着兰汉回房吧 帮着他整理整理东西 本来还想 让你交给他一些 应该注意的事 现在看来 你自己也没弄明白 还是让王摩摩去交吧 我说过了 我不要他 还没等高士答话呢 五姑娘就抢着说 以前你们让他来折磨我 我没有办法 现在选秀也选完了 我也幸而得了恩旨 不追究他的罪责 已经是他的造化了 再想让他靠近我是万不可能了 老爷太太 王摩摩沉着脸对马尔汉和太太各行了一礼 既然这样 五姑娘如此讨厌奴才 那容奴才离去吧 王摩摩 你不要与他一个小孩子一般见识 太太安抚着王摩摩 你是从宫里出来的 又当了这么多年的教养摩摩 对各个府里的规矩 也是大多了解一二 皇子府里向来也比较清楚 秦摩摩在兰叔被撂了牌子之后 已经离开了 我们也只好再来麻烦你了 我也知道我这个女儿是个不受教的 马尔汉皱着眉对王摩摩说着 这样吧 你也不用再去面对她 只把她应该注意的规矩和事项告诉高氏 虽然她不会教女儿 但传个话还是能胜任的 哼 还没等王摩摩答应呢 五姑娘却冷哼了一声 又拽着高氏 额娘 我们走 这里没人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们还待在这儿做什么 王摩摩就按老爷说的办吧 太太盲对脸色越发不好的王摩摩说着 你且先到迎摩摩那里去歇一歇 过后我会让高氏去找你的 王摩摩虽然还是有些不愿意 但在迎摩摩的拉扯下还是跟着她出去了 老爷 高氏这个时候已经顺着五姑娘的手站了起来 又对马尔汉郑重的行了一礼 奴才知道您并不是没有把五姑娘放在眼里 您也还当她是您的女儿 奴才虽然不明白 五姑娘得了这么个好结果 让府中也有了体面 为什么您却还要不高兴 但是您放心吧 奴才会把该注意的事告诉五姑娘的 奴才也相信 五姑娘不只会过得很好 将来也会帮到您 那也要看我高兴不高兴了 五姑娘扬着头轻轻的嘟囔着 马尔汉看了五姑娘一眼 却并没有再发作她 只是皱了皱眉 对高氏说着 我也不指望她能帮到我 我只是希望她能把自己照顾好了就行 还记得前些日子 那来明珠府里的事吧 皇子府里未见得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高氏一听 马尔汉提起明珠府里的事 脸色变了一下 五姑娘却不以为然 阿玛也不用威严送听了 我要服侍的是皇子 他怎么可能会像那个明珠大人一样 再说了 皇子府尽也是皇上轻飘的 阿玛这么说 就不怕别人说你诽谤皇上的眼光吗 好了 太太见马尔汉的脸色又发青了 忙开口说着 兰慧 你先跟你额娘回去吧 我早不想在这待了 骗你们总是说个没完 五姑娘不屑地说着 一边往外面走 一边对高氏说 和娘走了 再留下来也没意思 怒才告退了 高氏匆匆地行了一厘 马上随着五姑娘的身影去了 哼 难会 他怎么 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了 马尔汉在五姑娘和高氏离开之后 重重地一拍桌子 他早就这个样子了 只是阿玛一直不相信罢了 六姑娘轻横一声说 阿玛还没看见呢 刚才你和太太不在的时候 他还一直训斥着小七来着 蓝树 太太瞪了六姑娘一眼 是这样吗 马尔汉皱了皱眉 问向了蓝静 他说了什么 蓝静笑着说 也没有什么了 只是五姐在即将离开府之前 对我这个妹妹做些指导罢了 蓝树你说 马尔汉看向了六姑娘 六姐 蓝静也忙对六姑娘 使了个眼色 王氏也轻轻地 扯了扯六姑娘的衣服 小七 你也不用跟我使眼色 阿娘 你也不用拽我 六姑娘直接叫破了 蓝静和王氏的小动作 我是绝对不会替她瞒着的 至于她说的对与错 自有阿玛去评断 然后就将五姑娘 之前对蓝静说的话 一五一十全都学了出来 其实蓝树有一句话 还是对的 太太听完之后 倒并不像马尔汉那般的生气 面色也很平静 那就是以后她与我们 真的就是主仆有别了 我们见着她 连同姥爷在内 都是要行礼的 也要能见到她才算呢 六姑娘轻横地说 蓝树 王氏忍不住地 喝了她一声 蓝树见平时 不多言不多语的 鹅娘发话了 撇了撇嘴 不讲话了 六姑娘虽然没有说下去 但是屋子里的众人 都明白她的意思 都说是一入喉门 深似海 更何况是皇子妇了 进去不容易 但出来就更难了 至于要见到家人 那更是难上加难 侧附近也许还差不多 可是五姑娘却只是一个格格 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个福利的 所以刚才蓝静才会任由她说 却不多加反驳 反正以后想见面也不容易 临别前就让她痛痛快快的吧 行了 你们也回去吧 太太见马尔汉 紧锁双眉的样子 摇头叹息了一下 然后对王氏和六姑娘说着 眼看快要过年了 想来你们也有些东西要收拾 还有 我准备了些料子 给你们做衣裳 一会儿就让别人送过去吧 蓝叔 在王氏和六姑娘谢过之后 太太又对六姑娘吩咐着 蓝慧在府里的这段日子 你就受委屈一些 不要去惹她 毕竟她也待不了多久了 嗯 太太放心吧 女儿明白的 六姑娘答应着与五世一起告退了 太太随即 又看向了蓝静 犹豫了一下说着 嗯 虽然现在 你听这个也许还早一些 不过也算了 早知道些也好 不过只听着就好 不要随便地插言 是 蓝静点了点头 什么事啊 马尔汉疑惑地看向太太 弄得这么细细折折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 太太看着马尔汉问着 只是想问问老爷 对这个大阿哥您了解吗 不 我不了解 他是阿哥是皇子 我怎么可能会了解他呢 谢神记得 你带小七入宫的时候 好像在路上遇到他来着 嗯 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当时只是说了几句闲话 后来也没怎么接触 更谈不上了解了 但是大阿哥是住在宫里 还是住在宫外 老爷总是知道的吧 这个我当然知道 大阿哥大概已经 马尔汉没明白太太的意思 在心里算了算 已经二十五六了吧 自然早已经出宫建府了 那就奇怪了 既然大阿哥是住在宫外的 兰慧又怎么会在宫里面 见到他的呢 也没什么奇怪的 大阿哥虽然在宫外建了府 但他也是皇上的儿子 可能是进宫请安的吧 就算是请安 也是皇上的宫殿附近 又如何跑到秀女那去了呢 这我怎么知道 或许他是去给皇太后 或者是他的额娘请安 顺路经过 又或者是好奇之下去看看 哎 反正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 你就是弄明白了 有什么用呢 用当然是没有用的 我只是不明白 这个大阿哥怎么会看上兰慧的 当然 妾身不是说兰慧不好 只是本来妾身 想八阿哥 或者是九阿哥的可能比较大 他们今年 不是也正式选附近的年纪吗 这大阿哥不只是有了迪附近 而且听说 他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女了 想来女人应该也不少了吧 可推动中选择 可推动中选择 农场中选择 农场中选择